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经 我们来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两节经文里面学习这个主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经 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诵读这样的经文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以教训督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让美国强大的不是民主 而是基督教信仰 在美国短短这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有四次属灵大复兴 在这四次属灵大复兴里面他们的特点很相似 这四次的属灵复兴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回归圣经 我来这样我把这个对着我 强调圣经的权威 否定人们主义 理性主义 还有你会发现这些 在这些属灵的复兴当中 这些教会 甚至连世人 都来承认他们有罪 如果一个人活在罪中 他不会有喜乐的 所以一直在强调人要悔改 从罪中转移回向神 才能找到平安的喜乐 所以这些属灵为什么叫做信仰的复兴呢 那复兴的反面是什么呢 冷淡 信却不跟随 对道的认识肤浅 信仰和生活是脱节的 没有祷告的热忱 也没有能力 没有力量去抵抗罪 和世界的诱惑 那对这个世界 也没有任何属灵的建造和影响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属灵的大复兴 最后带领整个社会的复兴 教会的复兴 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从认罪悔改开始 从回归圣经开始 这些属灵的促兴 对整个的美国的社会 包括美国的建国 都带来极大的深远的影响 如果没有个人的悔改 不认信圣经 就不能带出 个人的属灵的更新 如果没有个人的复兴 更新 也不可能带来 教会整体的复兴 如果教会不复兴 也不可能带来 对社会的整个的影响 社会的复兴 所以你会看到 在旧约当中 先知主要的工作 不是在向外邦人呼喊 让他们悔改 在旧约当中 这些先知主要的工作 是对神的百姓呼喊 让他们要悔改 转离偶像 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主要的工作 不是针对外邦人 不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 是主要来训练他的门徒 耶稣复活之后 他所有的时间 都是和门徒在一起的 给他的门徒 传福音 让他们明白 整个旧约 有关自己的预言 所以当门徒明白了 整个旧约 有关耶稣的预言 这些信息之后 带来了教会的建造 所以你会看到 整个的历史 都是这样一个 很清晰的一个模式 当人认罪悔改 回归圣经的时候 他们就带来生命 教会 社会的复兴 我们一起来安静 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看过我们 保守我们 让我们来到 主你宝座面前 来学习你的话语 我们通过今天的信息 我们希望 在座的弟兄姊妹 还有想要寻求真理的人 他们能够重新 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 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我们的真理 你所启示的真理之上的 愿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理 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 这个网络也还是有问题 我们往下看 我们讲到 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经 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 第一点 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 在这里面 中文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在英文当中 有两个主要的词汇 来解释这个默示的意思 第一个讲到 神的默示 就是 呼吸 就是圣经都是神所呼出来的 另外一个词 讲到是inspiration 很多的时候 这个艺术家 很多的作者 这个文人 他们有灵感 或者是很多的 这个工程师 他们在很关键的时候 没有想法了 没有出路了 找不到出口 突然有一个灵感进来 他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解决了一个工程中的问题 解决他们论文中的问题 解决了很多的 他没有思路来写 来表达的时候 突然从外面 不是从他个人的悟性来的 是从外面来的一种力量 赐给他的 但是呢 再回到那个词 breath 呼吸 神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呢 用他的语言 神怎么创造男人的 那个亚当呢 在他的鼻孔里 吹了一口气 也是用的 breath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 先知书 你看到这些先知书 你打开的时候 以赛亚 耶利米 他们在前面的 每一卷书开始的时候 都说神 向他们 来启示神的话语 讲得很清楚 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 认识圣经和认识圣经所启示的神 是一种有关信心的知识 这个信心的知识 和人类其他的任何知识 都不一样 其他的知识 比方说医学 科学 法律 军事 历史 天文学 这些呢 都是通过个人 可以透过个人的努力 学习 砖研 思考 理性 可以获得的 但唯独 神的启示 人再有悟性 也悟不出来 人的努力没有用 这就是圣经所讲 如果神不主动的启示他自己 没有人能找到他 所以这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本质上的区别 基督教是神变为人的样式来启示他自己 而宗教是人靠着自己来寻求神 所以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本质上的区别 那有一个神学家 他被邀请去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做演讲 主题叫做什么是基督教大学 当他在参观这个学校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神学系的上面写了个牌子 他看见以后非常的失望 这上面本来是神学系 这个牌子改成了宗教系 那事后呢 校方就告诉这个神学家 为什么他们将神学系改成了宗教系 因为如果他们是神学系的话呢 这些学生学完的学分呢 如果转校的话呢 转不到世俗的学校去 世俗的学校不认可他们的这个学分 神学系的学分 那为什么这个神学家感到很失惊很失望呢 神学叫theology 是对神的知识的研究 theology is to study the knowledge of God 根本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 而宗教系它在分类的时候 就分为人类学和社会学 它分类都不一样的 那神学呢 是从以神为本来研究神的话语 那宗教是以人为本来研究人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区别 宗教是从人出发来研究他们自己 有关他们理性或者宗教的需求 而神学是从神的启示为出发点 我在讲些例子 你们会很明白这中间的区别 很多的国家民族文化中 都有宗教的影子 但不一定有神 一个人 一个民族 甚至一个教会 都有虔诚的 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 但不一定和神有关系 所以这正是保罗在雅典看到的一种情况 雅典城内充满了神 充满了神名 充满了偶像 都是这个宗教的气氛 而且住在这些城里面的人们 也很虔诚 但是在保罗看来 在圣经的原则看来 他们和真神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只是想敬畏神 但没有真正的完成敬拜神 反而是在敬拜偶像 所以你会看见 如果神不起是他自己 没有人能认识他 能敬拜他 我想在这里面 跟他讲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 所以一个人可能去敬拜神 他只是所想的 他是想去敬拜神 但是没有真正的敬拜神 这个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当一个人在遇到患难的时候 遇到不公义的时候 他会在哀哭当中 身体肉体受了摧残的时候 或者经济上受到打击的时候 遇到不公义的时候 他会向天喊 不公平 不公义 他说老天呀 这不公平 当他想去这样喊的时候呢 神学上把他这种想 把他这种呼喊 叫做位格的缺失 弟兄姊妹一定要听清楚 叫位格的缺失 就是他很想去喊这个真神 他只是想去喊 但是他没有真正完成这个喊 因为人如果不认识真神 如果还不认识这个神 他不知道这个神的话 他喊在像空气在喊 所以他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他并没有真正的呼求 他只是很想像一个他不知道的神来呼求 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求靠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神 一个人也不可能爱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 同样的道理 一个人不可能爱他不知道的神 所以他只是想 想寻求 想要敬拜神 但这个敬拜没有完成 我们看到这是 整个的圣经当中所讲到的神的知识 和人的宗教 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透过圣经 很重要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 当我们说 我们相信这个宇宙和人的生命 是被造的时候 不是我们的悟性 我们说到 这个世界是有始有终的时候 不是神学家的悟性 所以佛教没有轮回 基督教没有佛教的轮回 基督教也没有道教所说的无始无终 透过圣经 基督徒 这些学者 神学家 教授们 他们相信 世界人的生命 就是被造的 而且他们还相信 人一开始 神创造宇宙万物时候 都是美好的 但是因着人的堕落 一切都毁坏了 带来神的审判 审判的其中一个结果 就人要面对死亡 不仅面对肉体的死亡 还要面对将来的灵魂的审判 我们现代的以人为本的哲学科学 已经完全否定圣经所启示的创造论 如果否定这个世界的创造论以后 会有什么结果呢 很主要的 现在的人文的学者 科学家 他们否定人的死和罪有关系 我们通过神的启示 我们认知这个世界 认知我们的生命 是神的启示 还有人的知识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而且带着这两种不同的 对圣经的认知或否决 将这种世界观 会进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领域 政治 医学 科学 社会学 甚至宗教里面都看到 所以透过圣经的启示 我们知道科学是有限的 因为科学只能解释观察 这个被造的世界 因为科学本身受限于受造界之内 它不能解释有关世界 还有生命起源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见 以人为本的哲学 科学 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里面 带来对人类的毁坏 所以到现在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现在所有的社会的问题 都和这四点有关系 第一个 世界没有起源 第二个 道德没有标准 就是你的标准和我的 我有我的标准 你有你的标准 没有绝对的标准 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目的 一切都是相对的 所以你会看到 一个人对圣经的认知 认同或者否定 带出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所以我们看到 按照圣经的角度来说 基督教其实不是宗教 而是生命之道 我们看第二点 讲到生命之道 保罗说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都是有益的 我们看到这些几个词 教训 督则 督则 归正 学义 这些都是针对什么说的呢 因为这些都和人的生命有关系 所以圣经是生命之道 我想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人可以透过努力 获得某个领域里面的知识 达到在某个领域里面 获得一个博士学位 在这个领域里面达到 非常卓越的成绩 但是这些获得某些知识的这些人呢 他们也只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比其他的人了解得更深 不过这种知识上的差距 比方说某个人在医学上 达到了这个博士的学识 另外一个人什么都不通 什么都不懂 但是这两个人的 只是知识层面上的区别 我想大家都明白 他的生命本质有没有改变呢 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 会不会贪婪呢 会不会嫉妒呢 会不会恨人呢 会不会偷窃呢 会不会撒谎呢 胆怯自私自我 所以我们看见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的人在法律上面 有了很高的学识 知识上的学问 但是他法律的知识 有没有改变他的生命啊 我们前段时间看到 有一个化学博士 用他的专业干嘛 伤害人 所以人间的学分 人间的知识和神的知识 是不一样的 人的知识你获得了以后 不能改变你生命的本质 如果一个人他不敬畏神 他的这些学识 某个领域的他的知识 让他去做更恶的事情伤害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看见 现在给这个世界 带来更多伤害的是哪些人呢 是这些没有知识的人吗 没有学问的人吗 你会发现 现在给这个世界 带来极大混乱的人 都是在某个领域里面 极高知识 极高的才华 他们掌握了科技 掌握了医学 掌握了政治 掌握了这些农业科技 然后干什么呢 害人 不敬畏神 抵挡神 人的知识 不能改变人生命的本质 但是圣经可以 所以弟兄姊妹 当保罗说 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的时候 你想一想 当你独立 离开父母亲 你不需要父母亲 来教导你了 那你从自己开始 独立以后 你有没有 你的生命 你的灵魂 有没有受教训 有没有人督则你 如果你结了婚 你的妻子 或你的丈夫 督则你 你会听吗 所以当一个 不受教的人 他灵魂 生命不改变的时候 你结了婚以后 你带着很多的罪 丈夫 妻子 发生冲突 你不会受教的 你不愿意受督则的 所以一人 不愿意受督则 然后你结婚 你会听到 这句话是 说教训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 这句话是 对基督徒说的 还是对所有的人说的呢 弟兄姊妹 是对谁所说的呢 对所有的人说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 你听到圣经以后 虽然你还不认识神 但是你听到圣经以后 圣经里面有话责备你 你要感谢神 因为来自神的教训 督则 那些话语 批评的话语 是对你的生命 对你的灵魂 有造就 有益处的 所以你会看到 在历史当中 如果在诗篇 这个有一段经文 诗篇32篇12节 说到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民是有福的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如果一个国家敬拜神 敬畏神 这个国家都是有福气的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敬畏神 这个民族和家庭 都是被神祝福的 凡之亦然 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 家庭 个人 社会 一定会充满了仇恨 毁坏 谎言 杀戮 如果你对社会学 有兴趣 你会常常关注 北美这些世界上 发生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事情 当你在关注 这个世界变化的时候 社会在变革的时候 你应该关注 更主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政府的改变 而是要关注 这个社会背后 更主要的基石 教会的改变 在整个人类的社会 的变动中 基督教的角色 基督教的影响 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整个的历史当中 这个新约之后 你会看见 当教会软弱 无力的时候 这个世界更加的堕落 败坏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的北美的社会 为什么这么混乱呢 弟兄姊妹 按照我前面 所讲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 这个北美的社会 从欧洲 以前是基督教 那么兴旺的那些 那些国家 那些土地 现在变得这么混乱呢 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到 教会的变革 1936 北美长老教会 割除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教授 神学家薛华 他定义这件事情 是北美堕落的起点 因为当教会偏离真理的时候 就没有力量去阻止 这个社会堕落 整个家庭的败坏 所以在那件事情 这个在德国发生的 1936年之后 整个的西方世界开始堕落 引发希特勒极权崛起 所以整个的德国普世的文化 完全的瓦解 很快的 所以当教会向世界妥协 否认圣经权威的时候 整个的人本主义 人文思想 就会成为主流 所以最终 德国曾经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 马丁路德的家乡 所以这个薛华他说 短短的八十年的时间 整个德国的普世价值 保守的基督教信仰 就被瓦解了 八十年 就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诗篇三十二篇十二节 所说的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那民如果敬畏耶和华 那个民就是有福气的 我们看到 说这个教 这个前面第十六节 是教训都泽 使人归正 这个人是指所有的人 但是第十七节呢 是专门为基督徒的 所以是让基督徒 圣经的预备 是让门徒他们的生命 你们 我们的生命 能够完全 那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 怎么样才能完全呢 我们的生命 怎么样才能完全 通过什么 透过神的话语 如果是透过神的话语的话呢 那圣经在这里 神的话在这里 那你怎么样 让神的话 在你生命当中呢 透过什么 透过什么 读圣经 弟兄姊妹 你又没有读圣经 要读圣经 我们前面 我讲了这么多东西 你会发现 教会的复兴 是从回到圣经开始 个人的复兴也是 如果我们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 弟兄姊妹 我说的话 如果你不高兴的话 我求神赦免我 如果你是只是做礼拜天的基督徒 你的生命会有限的 你没有力量 感谢神 我们教会呢 最近的这些聚会 好多新人 聚会 我们说的祷告会 然后呢 还有周间的查经 好多新人进来 这是很好的迹象 所以我想 弟兄姊妹 我知道 你们希望这个教会复兴 神没有拣选我们 让我们成为其他教会 因为教会有很多 在亚特兰大有很多教会 但神拣选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群体 一个肢体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希望神祝福你 你也希望你的儿孙们 子女们 有神的同在 你也希望你所做的 不是这个白做 这个世人所做的事情 做完了以后 功利无效 白做 你不希望你也是这样的人 那怎么样做呢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怎么样叫人 神的恩典已经具备在那里了 你去读啊 你去学啊 你去追求啊 有个人在网上说 说现在华人的教会 都在祷告什么呢 我们家车子坏了 为我们的祷告 我的腿坏了 为我祷告 然后就仅此而已了 我们天天祷告 耶稣说你不要为吃什么 喝什么 祷告这个求 那我们天天就在为这些事情 在祷告 说肤浅的祷告 肤浅的信仰 今天早晨我和师母在路上的时候 她就说了参孙的事情 参孙是那么一个败坏 不敬畏神的一个生命 但是神说这个神的事情还是在成就了 在说明什么呢 人的不追求 人的不敬畏神 不能阻挡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不会停止 不会因为一个人不敬畏神 你不追求以后 神的工作就 哎呦 你看你不做了 神就工作就停止了 不会的 神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 我们在这个见证 这个美国这个整个世界的堕落腐败 我们看见他了 我们从大陆移民到美国 我们看见这个地方 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罪 有罪的地方你要求神 你要改变 美国的复兴是因为先辈们的血流下来的 叫吃老本 教会美北美的文化也是吃老本的文化 如果他们这一代人不是在信仰当中 真实的和神连接的话 这个东西几十年 刚才讲的那个德国 八十年保守的文化就没有了 刚才郑乐弟兄说的 欧洲的教会成参观的地方 那么豪华 那么庄严的 曾经历史上的 那么的强大的一个教会 但是你会发现神说 如果生命没有建造 建筑物再漂亮再大 早晚一天就是垃圾 没有用 所以弟兄姊妹 祷告 读经 叫属神的人得完全 我再给大家讲 日本公司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甚至到两千年左右的时候 是日本公司很辉煌的时候 索尼 那时候很多的 那时候好像这个 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公司都没有起来 那时候在日本公司呢 他们把人 把公司里面的人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云端之下 我们有个弟兄叫云端 一种人叫做云端之下 那这些人 他们就是普通人 他们是普通人 那他们公司给他们定了规矩 就是你们只要认真努力工作 公司保你养老 到了六十岁 他们就可以正常的退休 养老金 那他们每天在公司里面的工作呢 早晨 很早的六点半起来 然后大概坐一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的地铁 到了公司 然后再练着工作 到了公司正常下班以后呢 他们也有公司的文化 还要和同事们要拉关系 所以这些人工作 正常的工作结束以后呢 还要和同事们在一起留下来 回到家以后呢 坐地铁一个半小时回去 以后和老婆说两句话 也就睡觉了 但是呢 到礼拜天 日本的大部分的女人不工作 男性工作 所以呢 女人的工作 就是在家里面看顾家庭 抚养孩子 那到了周末的时候呢 这个 只要你的丈夫 带着孩子到公园里转转 这就是最模范的日本生活价值观 日本的社会模式 就是这样 有稳定的工作 你也付不到哪去 但是你的养老生活是够了 我们说叫云端之下 普通人 另外一种人叫云端之上 这些人呢 都是东京大学 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他们可以看到公司里的内部参考 普通人看不到 你们根本就没有机会看这些高材生 他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公司的整个将来的趋势 甚至整个这个行业当中的以后的趋势分析 公司希望他们把他们培养成一种 在将来如果在需要他们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呢 他们能够为这个公司带来财富 做出最好的决定 所以这些人叫云端之上 他们经常出差 经常飞飞机 经常开各种的会议 见各种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的名人 他们很有眼界 很有学识 很可惜 这些云端之上的人呢 到了这个整个的科技 在这20年30年的这个变化当中 这些公司慢慢就萎缩 这些本来是云端之上的人 被这个公司培养起来 要为这个公司以后转型的时候 要做决定的人 他们最早被淘汰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本来是又有名牌大学 又有学识 又有这个见识 怎么最后反而被淘汰的最快呢 他们虽然活在云端之上 他们和云端之下那些人所想的事情 一样 一模一样 云端之下的人想着 我回家以后怎么样 这个吃好点 让肚腑满足一点 走到穿好点 让别人这个在乎一点 就想这些东西 吃什么喝什么 虽然他们是被放在了云端之上 但是还是活在云端之下 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 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我们有没有追求得以完全 我怎么样是得以完全 弟兄姊妹 神要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 而且这种完全你要想你要知道 神要让一个人生命完全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有财富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健康的时候 不是当你辉煌的时候 是你在任何时候 也许你身体衰残的时候 你年老的时候 你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 神还让你是完全的人 这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宗教 完全本质上的区别 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众人当中 你拣选我们 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 宝贵的话语 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 因为我们常常活在云端之下 虽然我们得到你天上之福 得到你的应许 得到你的看顾 我们常常的和这个世人过得一模一样 主啊 求你保守 转变教会 如果这个教会 这个社会的堕落腐败 和我们有关系的话 主啊 求你改变我们 求你帮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 在真道上面晋升的 追求你话语的人 让不要得过且过 让不要不懂 不懂装懂 让真正不懂去问 去寻 因为你说寻找就能寻见 凡祈求就能得到 主啊 求你帮助教会 我们希望你祝福这个教会 祝福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让他们的家里 永远的富足 但我更希望主啊 帮助他们 更认识你 得从你而来的福分 改变教会 祝福这个教会 让教会的弟兄姊妹重新回到 打开圣经 以 看重圣经 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帮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真的为主而活 主啊 愿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Amen Amen Amen